按空白键让LED发亮 接下来我们要修改一下我们之前的这个范本档 那跟直接按下绿期让它做这个LED的闪烁有点不一样 接下来我们要用空白键来做这个LED的控制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连接方式 那基本上我们用这个套件版本的话 那基本上就不用另外再连接 因为UNO版上接的这个扩充版上有一个灯叫D2 那D2本身就是连接我们数位的13的这个角位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另外连接 程式 接下来我们就将这个范本档的这个程式我们进行修改 那在这里的话基本上前面这个都没有问题 首先我们先把角位13的这个设为output 那之后我们需要用空白键来做控制 那空白键会控制出1是亮 输出0的话是那个按 那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秒的部分就不需要 等待的部分不需要 那在这边的话各位同学就到侦测的地方 那这边有一个叫做空白键被按下 那在这边基本上我们用条件来控制 那这里的话我们就用如果跟否则 那如果空白键被按下 好那这时候我们就变量 如果没有被按下的话那就变暗 接下来我们来进行程式的测试 好那各位同学如果只有按下这个空白键 它是没有什么反应的 好所以这里第一个要先按下滤期 好按下滤期之后可以看到它已经开始执行了 开始侦测好这时候我们按下空白键好 然后放开按下空白键放开好 就可以看到我们用这一个程式来控制 这个Arduino的这个LED灯的量还有灭